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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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县不仅拥有美丽的荷花 还蕴藏着丰富的红色基因 我们莲花县是我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三个全红县之一 目前我们莲花县有六个红色民村 可以说是莲花的红色氛围是非常浓厚 所以这次我们莲文化旅游节还有一个系列的主题 叫做《红色游莲花》 我们有红色电影中通过播放我们的红色电影 带领大家带领游客穿越历史的时空 回到那个革命的年代去感受那种革命的精神 近年来莲花县以莲为载体 不断创新延伸农业产业链 莲文化 莲旅游 莲美食等得到长足发展 莲产业已成为莲花县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一条快车道 莲花村村民陶小斌告诉记者 他六年前加入了村里的春满园合作社 开始学习种植莲子 如今家乡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让他的莲子销路更加通常 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景区内 记者还看到不少村里的老阿姨在路边摆摊 卖水 本地小吃等零食给游客 阿姨们对记者说 没想到退休后还能借旅游的东风 在家门口赚点零花钱 很满足 星期天 星期六能多 卖得好的话 一天你们能赚多少钱 一天赚得两三百块钱吧 一天我们种地哪有这样轻松呢 现在我们老大赚了一点钱又去旅游了是吧 谁能耳鱼也又感情他们一点负担呢 在前九七的我们联文化旅游节呢 我们总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三十万人次 联文化旅游呢 为我县带来了数亿元的征收 带动全新的一万多人 那个征收 在我们河伯园范围内啊 带动了我们莲花村将近一百户人 每户人呢 征收近四千元 可以说啊联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了莲花县的一个标志 有代表性的活动 暑期是江西旅游的旺季 从七月初开始 上楼望鲜谷景区的山水游 漂流民宿等项目 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大家静想清凉一下 感受着速度与激情 暑期旅游红红火火 上午九点钟不到 望鲜谷游客中心便热闹起来 停车场上停满了各种车辆 走进景区 峡谷清幽 溪水欢腾 卵石飞铺 清脆悦耳 游客漫步于清幽雅致的战道 谈笑风生 避暑休闲 一路上除了收获山水美景 更多的还是那久违的亲情和友情 这里有山有水 空气清晰 然后带着家人一起来拥抱大自然 心情特别的愉悦 游完了山还可以静享漂流乐趣 游人们两人一组 漂流在全长2.8公里的河道上 清爽无比 时而荡州打水战 在青山绿水间静享夏日清凉 非常开心 非常的放松 这里也是个很好的避暑之地 可以多到大自然走一走 据了解 7月15号开始 望鲜谷景区 日军接待游客量达1万人次以上 景区的开放时间已延长到晚上9点半 并且夜间还将举办 篝火晚会 露天影院等一些精彩互动的演艺节目 之前主要是以本地的游客为主 现在我们的游客从南昌来 从江苏 安徽浙江 福建 上海 都有 外地的客源 超过了一半 7月16号晚7时 飞红晚霞点染古岭暮色夜空 剩下庐山夜爱情音乐会首场演出 在庐山街心公园开幕 两个小时的精彩文艺节目 为现场签名游客 带来了一场古岭夜游的文娱盛会 整台晚会节目精彩分成 开场歌舞首先掀起观众阵阵喝彩高潮 随后 魔术连环大表演 汉服古装秀 歌手清唱轮番登台现役 与来山游客同唱同乐共互动 在夏夜凉风洗洗的古岭街 为游客点亮旅途夜生活 我们在没有孩子的时候 在十年前我们就来过庐山了 这次呢是带着孩子一起来 到山上住住别墅啊 吃吃美食 因为庐山嘛 自古就是文人摸客喜欢来的地方 正好呢今天也碰到这场演出 然后我们也上台 可能也参与了活动 感觉很幸运 给孩子也赢得了一个小公仔 很喜欢庐山这个地方 很喜欢这座城市 还有那个小姐姐 刚刚她唱的那个夏天的风 我觉得我真的 她在唱歌的时候 真的觉得那个风 就像我从我身边刮过一样 我觉得是特别的凉 特别的舒服 尤其是夏天的这种风 在庐山这边是特别的凉快的 剩下庐山夜 爱情音乐会 是庐山景区牵手来庐山 幸福加油干为主题的系列宣传 游客互动活动之一 在7月16号至8月8号 每周五周六晚7到9点精彩呈现 未来山游客打造一台 山水美景与人温盛景 交相辉映的文娱盛宴 与天气一样 升温的还有市民们的出游热情 各大景区针对学生等特定人群 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主题活动 青子油 红色油 盐学油 已经成为当下旅游热点 宇春市夏季旅游市场成升温态势 夜幕降临 明月千古晴月亮湖上空 烟火璀璨 光芒夺目 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来到这里 欣赏着灿烂美景 难得有机会趁着小孩子 正好放暑假的时候 带着小孩子正好一起来千古晴 看一看 正好看着今天晚上的烟花表演 这个烟花很精彩 也很好看 特别是那个月亮型的烟花 很有创意 很独特 暑期青子油为宜春市旅游市场添了一把火 为让游客能有更好的旅游体验 明月千古情景区 针对暑期学生出游特点 推出了彩色狂欢大巡游 梦幻泡泡秀 青春快闪秀等一系列活动 让孩子们的假日游开开心心 热热闹闹 除了青子油 红色旅游也备受游客们的青睐 宜春市各地依托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 和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开辟红色旅游线路吸引游人 同古秋收起义红色之旅 万载乡恶干红色之旅等品牌逐渐打响 人们在游历中 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和征容岁月 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很多革命故事非常的让我感动 回去之后的话 我要跟我身边的人好好讲一讲 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让他们可以重温党的历史 从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只有十几天的时间 我们就接待观众游客将近于两万余人 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 愿意带着自己的孩子走进这年古关 这块红色基地 传承红色基因 传递红色文化 为了做好夏季旅游宣传推广和营销工作 宜春市不断加大线上线下旅游广告投放力度 认真谋划特色活动 积极作望暑期旅游市场 红色旅游 盐雪旅游 水上体验油等产品 广受家长和学子们的欢迎 暑期家庭油 学子油 游客接待量 有望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我是围绕清凉一下游宜村主题活动 大力举办影课路语系列特色活动 前期已在福州 长沙 宁波召开了旅游推荐会 发布了夏季旅游产品 优惠和奖励政策 以路远形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 并和教体局联合开展了 全国学子加油干活动 动员全国学子来游宜村 同时我们文广心理部门 也将加强旅游市场监管 提升配套服务功能 全力营造安全有戏的环境 让游客诚心而来 满意而归 赏美食看美景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